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相对而言就要高很多 师傅现在也是处于练习阶段 还不是很熟练 来回呢也不是太多 这个需要你在加力摩擦的过程当中 还能把弧线落点控制好 所以对手感的要求也是非常高的 我个人训练当中的体会呢 觉得这个比反手波难点在于 在反手拉的时候 拉完了以后呢去切换到正手 感觉在衔接上面呢会有一定的滞后性 因为不像拨球你拨完了 动作很小 马上还原回来去切正手 你反手去拉的时候呢 这个腰部的去转动领腰发力的时候啊 感觉有点别扭 特别是手上的这个力度很难控制好 经常就是发力太猛 动作可能甩的过大 就很难还原 球呢就很难控制好 再一个呢就是身体重心的还原 存在一定的问题 在反手拉的时候啊 有时候感觉这个球比较顶 不像正手拉的那么顺手 总感觉反手是被球有点追住 顶住的感觉 这个力量呢总感觉想使出来 却使不出来的这种感觉 我想这也是很多球迷朋友 比较苦恼的一件事情 在反复的训练当中呢 我感受到一点 就是在练习这项技术的时候 反手在拉的时候 不要抢得过早 稍微等一下 稍微等一下 然后呢身体的调整 稍微往后啊 往后调整一下 把身体的空当多留出来一点 在拉的过程当中呢 重心稍微有点像右边多偏一点 反手引拍的时候呢 不要往下引拍过多了 因为本身呢 我们拉的是上选球 对吧 回过来就上选 然后你引拍向下多了 很容易打到拍边 错过击球时机 也很容易把球弧线拉的过高 难以还原啊 所以引拍呢 我们基本上是在球台的上面就可以了 再就是手上的调整 我发现只要是手腕甩动比较大的 这种球啊 一般都不稳 啊你可能拉个一板 两板可以 但你后面想连续起来 很难很容易失误 我的体会呢 就是说在练习这样技术的时候 尽量的保持我们的手腕 不要甩动过大 用前臂去带动手腕发力 摩擦完了以后到前方 啊就可以还原回来了 动作先控制小一点 再就是反手在拉的时候呢 尽量把球 控制在我们的拍头 啊 控制在我们拍头上面 大家注意看啊 这个绿色的部分 就是我们的拍头 当我们反手用拍头去拉的时候呢 球向前运行的冲击力更大 速度更快 也更加的容易把力量用在球上面 这个是很多球迷朋友们没有注意到的问题 啊有很多人感觉反手发不出力 那甩动很大 是吧动作很大 但是呢打在球上面感觉力量出不去 球总往下掉 是什么原因呢 就是你没有把球 控制在你球拍的拍头上 你拉的这个位置啊太靠近你的手了 这样你的力距就会变得过短 从而呢力量会造成损失 我们反手拉球的时候 触球点差不多是在这个位置 大家可以看一下图示 我们正手拉球的时候 差不多也是在这个位置 所以球拍的触球点也是很重要的 啊这个需要比较好的手感控制 有时候为什么说会打到球拍的底部去了呢 主要还是因为你的脚下移动不够快 啊所以被这个球追深了呀 顶住了呀 自然就很难控制好球拍的触球点 这就好比你打棒球一样 你拿个一米长的棒球杆去打棒球打得远 还是说拿个十厘米的棒球杆打得远 啊这个肯定是有区别的 但也不是说球拍越长就越好呀 你如果拿个一百米长的乒乓球拍去打球 那你可能连球都碰不到 是吧 你的能量全部在挥动的过程当中损失掉了 这个和我们甩皮鞭也是一样的道理 你拿个一米五长的皮鞭去甩动 你可能鞭头打出来的力量很大 如果说你拿个一百米长的鞭子 你可能连甩都甩不起来 是吧你都带动不了它 乒乓球拍这么设计呢 还是有它的道理 所以我们在学习乒乓球技术的时候 首先要理解这个原理是什么 当然师傅讲的也不一定都是对的 因为我也不是力学专家 我只是从我生活当中 包括我个人的一些感受来谈 具体这个力学分析对不对呢 到时候我们可以请专门的力学专家 来帮我们做一下分析 也希望大家看了我们的这个教学视频以后呢 能够有所感悟有所思考 能够通过看我们的训练视频 通过我个人的心得分享 让大家有所体会 这样自己在进行训练的时候呢 就更加的有感觉 这样进步也更快 也非常感谢大家一直对乒乓网的支持 如果觉得还不错呢 可以点击一下我们屏幕下方的订阅 可以扫描一下屏幕当中的二维码 关注乒乓网 如果您有想学的乒乓球技术 想看的乒乓球训练视频 可以在乒乓网以及微信公众号上留言告诉我 那么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